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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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对来说这个 嗯 泽巴迪亚后场是弱一些 对 他一个动作也比较慢 嗯嗯 而且在这个往后移动的这个 速度 但是呢 他在前半场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对啊 嗯 所以就是看看能不能把他掉到后面去 嗯 这也是 看 对手 把他压到后边 对 然后让这个库尔尼阿万到前面来 到前半场来 是 这样就减弱他进攻的这个威力 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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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今天这场比赛和汉斌的失误啊 还是比较多 偏多了 对进攻 这个是进攻自己的事物 还有刚才一些防守时候的事物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 清天上啊 重新做一些调整 尤其对球的一些要求 嗯 也许今天这个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啊 对球的感觉可能并不是像 像过去那么顺的时候呢 应该要稍微 对这个球的质量和这个要求呢 稍微做一些调整 嗯 就多过度 稍微就是要求 稍微不要放到那么高啊 嗯 等 等球打稍微熟了一点以后 你再可以要求一下 好球 对对对 你看只要他在后场 嗯 这个漏洞就会 对 会比较大 对 而且对方的威力也没那么强了 对对 这样和对方周全的时候等到机会 马进刚才的判断和一位都非常的好 嗯 其实这是打双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 你就算把你的掉了后场 他很快就会有一个轮换的位置 是 马上也可以换回来了 而且这个双打的这个鱼赛这么快 啊 这个旁观者清 咱们看的清楚说的也容易 嗯 但是在真到场上的时候呢 能不能够那么清醒 嗯 那么得体 嗯 这个真的是要加强训练 多在大赛当中锤炼 嗯 14比13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和寒冰和马进还保持一分的领先 现在发球的是印尼的泽巴蒂亚 这球还是有点危险哈 嗯 这个马进的这个接发球呢 威胁不是很大 只是泽巴蒂亚回球15 15比13 哦 发球丢了一分 对 很可惜啊 嗯 一般来说 发球运动员呢 这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 还是压住他 哦 和寒冰连续的进攻 嗯 这连续进攻 呃 泽巴蒂亚这一边 这个时候啊 如果要是 几次球都没到这个 呃 库尔尼亚万这儿啊 嗯 他的这个节奏啊 也也 会出现一点点误差 嗯 十六比十四 放好球 哎呀 这球 偏高了 第二局的比分啊 大家都是 讲得非常的紧 对 始终没有拉开 两三分 经常是一分